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20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世界平联大满贯新加坡战南丹半决赛 樊振东总比分4比2立刻日本小将宇田幸史,顺利晋级决赛 另一场对决中,马龙以4比0击败队友梁静坤与樊振东会失决赛 此前,陈梦宇王曼玉先后晋级女单决赛 国拼提前锁定女单,男单两项冠亚军 世界平联大满贯新加坡战女子双打决赛 王曼玉搭档孙颖莎,对阵日本组合伊藤美成和早天希娜 中国海产姐妹优势明显,连下三局 总比分3比0横扫夺冠 此前,王楚清先后搭档孙颖莎与樊振东夺得混双和男双冠军 目前,国拼已提前包揽赛事全部五项冠军 2022 FE巴林战排位赛结束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中国车手周冠宇迎来生涯首场FE排位赛 并成功闯入Q2,收获第15名 最终,法拉利车队勒克莱尔甘位 红牛车队维斯塔潘第二 另一位法拉利车手塞恩斯第三 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另一位车手伯塔斯第六 CBA常规赛迎来焦点对话 三连胜的吉林迎战浙江 吉林目前稳居联赛第十 浙江近况不佳 遭遇近两个赛季来的首次三连败 但目前依然排在联赛第四 此一陆文博得到全队最高的26分 无前全场得到18分 最终帮助浙江以115比100立刻对手 终结三连败 提前锁定常规赛第四 常规赛四强以全路产生 分别为辽宁 广萨 上海和浙江 北京时间3月20日凌晨3045分 一甲联赛第30轮展开角逐 AC米兰克场对阵卡利亚里 上半场双方均无剑术 一边再战 吉鲁助攻本纳赛尔凌空斩破门 最终AC米兰克场1比0击败卡利亚里 取得联赛三连胜 继续排名一甲榜首 领先第二名纳布勒斯3分 另一场比赛中 邓弗里斯头锤救主 国际米兰显平佛罗伦萨 少在一场的情况下 落后榜首5分 DDR看热搜 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江湖阿福索 今日热搜 樊振东马龙会师男单决赛 世界拼联大满贯好戏联台 樊振东与马龙会师男单决赛引发热议 东京奥越会男单决赛对阵重现 网友感叹 咱就是说龙哥下届奥越会还能战一战 本来以为东京打完就退役了 结果越来越猛 也有网友道出广大球迷心声 手心手背都是肉 决赛就是欣赏比赛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 世界拼联大满贯新加坡战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 两项单打冠军将在今晚揭晓 南单龙胖大战一触即发 以单陈梦与王曼玉神仙打架 CBA常规赛倒数第二轮继续进行 领投阳辽宁营战江苏剑指六连胜 上海广上二番战强强对话 广东新疆老对手一较高下 此外 中国车手周冠宇也将在今日迎来F1正赛首秀 体育江湖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